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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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不用客气 要么来就随便 我们这不是私院 没那么多讲究 我这个 接触时间很短 没关系 所以很多可能问的问题 你比较幼稚 没关系 不许没有什么初学 学多久 学多久没有进到理论上看 我说到目前为止 全部 整个能看完的经典 也就是心经 心经很重要 这个剥乱 你让我现在背诊 我也背不出来 没关系 没有的 然后呢 我之前也看了熊春景老师的那个 道学方面的东西 我买的跟你来门可能不同 是吗 一是熊春景老师的东西 道医学 道教的医学 看了您的这个之后 好像练的兴趣就没了 嗯 嗯 到家的东西 如果有佛家的理论呢 到家的有些方法 也蛮好的在养生方面 我觉得 对对对 嗯 生正方面的话 如果用于生正的话 内外担任的练制 这个还是 找就是 有系统的过来老师 嗯 嗯 这佛教这边的老师 也可以知道 但是你 你的练到那个程度 有点东西了 在这 你说我只是理论的话 也没啥了 嗯 是的 我 嗯 我就是想修正 嗯 我觉得理论这些东西 我这辈子 可能也不可能 查过那么多了 都四十多岁 我也来不及 查过那么多东西 我就想这么 嗯 那你是 现在是以什么方法 静坐吗 就是就学学打坐 还是怎么看开 视频 或者人生 对 因为我之前 我没有 我没有正正规规的去 去静坐 嗯 我是担心浪费时间 因为 我觉得我自己 这个 这个 经典方面的东西 知道的太少了 嗯 所以我一旦都在打坐的时候呢 嗯 拼命的看 嗯 所以我不愿意 这个 不看不听 来做 我担心自己做不好 嗯 所以我没有正正规规的去 去做 修正的话 就是 每个人是 进入佛学的 呃 就是 怎么说 原意不同吧 对 那你是修正师想求什么 就是说 我要我要存大 是吧 你要是 所以我只是说 我想 我想那个什么 我很烦 我想快乐一点 或者是 尝试不老 或者是什么 这个蛮重要的 你不要以为 就是这个发心啊 嗯 虽然说很多人 以各种原意发心 也进去了 就是很多人 说 哎呀我就是 看到佛学我感兴趣 也不知道 明明东东就进去了 我就不断的学 就这么摸索 碰到老师我就去参访 我觉得能信得过的 好的老师我就去参访 然后有事没事我就坐一会儿 这也是一种 还有就是说 很明确的 我身体不好健康 我想休息 而身体健康一点 还有就是 我不开心不自在 我失恋了 我情绪很不好 我只是 我就想 开心一点 或者身体漂亮一点 或者是什么 啊 还有一就是说 我就是觉得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我就觉得很虚妄 这个世界 就是怎么去追求 我都看不清楚 情感啊 生命啊 现实很多东西 就像做梦一样 我是要去看清楚的 其实 其实虽然看上去 这些东西 没有什么不同 有各种意愿走进来 但你 现在已经走 被实修了 那么这些东西就很重要 你到底想要什么 这也是英国里边的东西 英地发心 就是说 这就是佛学很重要的 中地发心 但是你现在说 我也发不出一个 说要成就无上正的 这些 我要成道这些 因为我不知道道是什么 因为我不知道佛到底是什么样子 成道是什么样子 我总不能像西游经那样 想像说佛就是神通寡大的 全身放光的 法力无边的 我总不能为了追求这些成道吧 好像也有点那个啊 但是其实也没什么 但是其实也没什么 其实最重要的 因为一开始 对佛的了解就是那样嘛 或者是 我了解了一些心经啊 说社困不二的东西 我想社困不二自宅 对吧 这些都可以的 其实 但是 应该从这个地方去反复的思考 就是整个在你修行的过程中 都要该知道你在为什么修行 或者你走走走你就很迷茫 遇到世俗的人的不理解 或者是家人的苦力的时候 你自己就坐在那里迷茫 我到底在干什么 我为什么要修行 甚至你不可能为了修行 舍弃世俗的任何东西 你觉得值得吗 我为什么要修行 因为最基本的 就像我们连个最基本的目标 说我要去干什么都不知道的话 那你在路上遇到障碍就退回来 因为你没有目标 你只是说我喜欢 喜欢那是一会儿的事是吧 那是个业余爱好 那可能业余的就有一会儿 一会儿有更重要的事情做了 因为他本事就是业余的 是吧 那这个世界还是主流吗 那你到底是在想 就是说 我在干什么 有时候 你如果这个目标不明确的话 有时候 假如你来到一个稻草 你叫大家一天打坐十个小时 那可能我说 你也坐十个小时 你在那儿跟自己战斗 好像就是为了老师的这个祝福 说完成老师这个作业 到底你坐上半年 假如说还没有进监 还没有任何收获 也没有解脱的喜悦的话 你会觉得这个老师有问题 这个老师法门有问题 你会怀疑的 你会怀疑老师有问题 界定有问题 知道你有问题 法门有问题 你会怀疑一大堆 然后说 我为什么要做 是不是做就能成佛吗 因为怀疑很多的 因为你的目标不明昔 所以都是起步 为什么要休息 甚至你说 我就说不清楚 也是一个理 我就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休息 但我就是休息 我的目标是明确的 你是明确的 你是明确的 你是要成到的吗 我个人认为 我个人认为 我个人解脱是 最终觉得没有什么障碍 我希望 能带更多的人 自读度度他 是不是 那自读度度他 现在大家的气息要很广 因为大家现在佛陀念盘了 那真正在实修路上的老师并不多 就是我认为在实证上 带大家走的实修老师不多 讲经说法还蛮多的 那么佛陀念盘 那么我们在要自读度力 他首先都自己有点增量 就像自己 是吧 因为大家的信息量已经多 以前呢 有很多的修学 有不认识治 化妆学 很多修学看不了东西 或者是 没办法碰到老师 你出去有机会游游 有机会参访 学到一些东西 可以带给身边的 那现在打开电脑 全世界的老师都能在眼前 就信息量在如此 而且大伙都受过教育 都受过高等教育的情况下 其实大家最需要的是实证的老师 就说你一定要正 而且还是要正量 不是说你是修了半天 你自己都还是在那 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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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 你一点起会也没有 一点 你而且一无所知 你不知道 你也知道就是腿头在过去 就需要整个在这条成佛路上 的风景不凛冽一番 最起码你能够多多少少 就算是你走到终点 在路上前边的枕头上 而且你已经越来越清晰了 知道你路上会有几个 你最起码假如你不去北京 你也知道说出中海 坐骑骑到北京 要经过几个站口 然后再几个站口 你会注意什么 其实你不去 但是你能指导出地址来 这也算 对 我对神通之类的东西 没有什么太多的兴趣 我只是想听自己的本领 去让更多的人不得快 发心是好的 但是也不要说排斥神通 不要说起神通很恐怖 就觉得很多人爱神通 我就不爱 神通是个很好的事 如果我们有的话 如虎千语 是的 我不追求那种 对 但是不能把它作为 在修行的过程中 不能把它放在第一位 只是说去追求 但是神通是很好的 所有的释迦牟尼佛在讲法的 整个过程中 都不断的放光 加持 灌顶 那都是神通 没有神通 看怎么放光 所有大乘经年 你看释迦牟尼佛 几乎每次都是磨顶啊 灌顶啊 加持 那样 正因为他的神通 他的正量 才是很多弟子 在听法的过程中 正过 就是在门听的过程中 正过 是他的 直接就把它扭转 很多人吵 直接就扭转 对 有正量的老师讲法 跟没正量的老师讲法 就算是全部是讲 也是差很 同样一句话 就流出来 差很多 所以 不要排斥神通 但是呢 不要把它放第一位就行 但是说 如果你要是说 你要是说自己 我就是 法西要自动立他的话 那就那就不一样了 那 那我们聊天的内容 就不一样了 因为你首先要明白 就是成道 第一步你要认清楚什么 你要是说我去实修 实修呢 那地基基础要在哪儿打 就是说在这条路上 对基础 那你首先要知道 那你这个神心 包括你这个 就是 能了解 就是听门佛法 就是听 听爱 对 听门觉知 不是 你这个身心 身体 包括你认识这个心 都是假的 你首先要知道这一点 因为你要成佛是正如空性的 对 这些 首先你要 因为你现在最早的就是这个像 自我的身心 因为有自我的身心 才有你周围的一切 我的 我的 才有我的的一切 这就是你的世界 是不是 首先要破你的世界 因为你已经找了你的世界 所有的像 我的 我的 身体 你的意识 再加上我的孩子 我的父母 我的妻子 我的朋友 我的亲人 形成了你的生活 这是一个你自我的世界 还有我们共同的这个世界 那 那我们共同的世界 就是这样人力的一个世界 还有动物 能看到出生的 能看到俩道 基本上 佛说三剑六道 我们能看到俩道 是吧 能牵手的体验到俩道 佛说都是假的 都是虚妄的 如果是虚妄的 好 如果是假定 这个是虚妄的 先假定 那我们怎么样从这种 为什么佛要以这种角度 来谈佛法 就是说 如果他是虚妄的 那对我们行政有什么帮助呢 为什么佛会从说 他是虚妄的开始谈 因为佛谈空所有 只不过都是方便而已 因为真正的道是不可说的 那佛说他虚妄的 说明众生执着在这里面 执着他有 对 佛说假 是吧 那我说这一点是什么 这是一个地基 如果是他是 都是假的 你不可能一直他来承道 对 虽然说有戒假修真 这一说 但这个虚妄的 就像一个虚妄的地基一样 其实是换进来的 所以一直这些来 来去承 承到是不可以 就是说 先把这些破了 真的就出现了 但是佛也有一个观点 说我们本身都有佛心 是不是 这一点你是知道 我们本来都是佛 所以成佛不是说 我们要去正的一个东西 是你露出一个东西 你本来就是了吗 有吗 但是这个有 这个佛到底是什么 这个佛性 既不是空 既不是有 佛说了 色昆博尔嘛 博尔他既不能有空来说 也不能有有 单纯的有有来说 他是色昆博尔 这个东西呢 不能由任何这个世界 到任何一个形象来表示 你既不能拿虚空来表示 也不能拿虚无来表示 也不能说他是母一个东西 因为不是任何像嘛 他的一切像嘛 就是金刚经里边说 他破一切像 那好 那你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在这 是真的 你是佛 是真的 剩下的就都是幻境 对 是不是 那如果这个色度观的东西是真的 那剩下的 你执着的 这所有的像 现在先以假来定录 都是假 是吧 那么 那么在一开始 就修色即时空 你都行进了 修色即时空 开始的时候 你就要把所有的 执着的这些像 全破掉 但是说不是 是破不完的 那最起码 你听到的 闻到的 尝到的 眼睛看到的 所有的 你认为执着的 能够让你心惊荡漾的 澎湃的那些都是幻境 对 是吧 所以要保持绝而不动 辱辱不动 这就是修定 就是说 正好借此修行 因为这都是假的 那如果你是假的 那你的老婆也是假的 确实是假的 那先以她假为主 虽然说佛说社会不二 但是我们还不了解 这个社会不二 这些 先以假的 那先假的 因为你已经执着有了 那有一个老婆 有一个我 那她骂我的时候 我才难受 她不理解的时候 我才难受 因为我渴望她理解 尤其我在乎的人 渴望她支持我 是吧 那么这种渴望 就导致了我们的不自在 我不舒服 是吧 我渴望她理解 她没理解 我渴望众生理解她 我渴望度众生 但是我眼中有众生效 那不累快了 如果众生不接受你的度呢 你会发现 有一天说 哎呀你 你满腹的热情 跟众生说法 人家众生说 我们不需要度 我们不想臣服 我们就像在五桌 就像在三界红尘里 不要轻波玩了 我们觉得这挺开心的 我们为什么要臣服啊 然后你就啊 不停地说 然后你这一生 能能说多久呢 就算一生说啥 说到你一百岁 你能度多少 而且很累 嗯 因为 找众生得像啊 所以佛学里面 你要看金刚金色 什么原因 就如果你自度度它 首先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这是一开始 就要跌地的基础 没有众生可度 没有自我可度 这是一个实证的 实证的就是观点 你要走实修的路 你肯定是走菩萨道 才立他自度度他 那么你走菩萨道 那是界地 一定要和重要了 我度一切众生 而无众生可度 在心性上 度的 度的刹那方向 刹那方向 念念空啊 我在为他做 我在为他做 我跟他说话 我不断地帮助他 刹那 每一句话 说完空掉 说完空掉 每句话 而且那边是空 就像空不回忆一样 这边空那边空 画也空 刹那刹那 刹那刹那 让他回归到空性去 让你的语言 文字 所有的一切 刹那刹那回归到空性 这才是实证 山路铁空 理路上是叫山路铁空 也可以 但这就是实修 知道吗 这就是实修 就在生活当中 就不断地 就在生活当中 你就不断地修炼 就是起座以后 在红尘里面 面对所有的事 所有人 那家人说 哎呀你怎么打坐 你看懒懒的 你不干活 你怎么又打坐啊 你是不是走火入魔了 你不断地说 你这个事 当然你自己要想清楚 别真的修得出片了 但是如果你觉得你是对的 我也在经典的 在释迦牟尼佛的 界定范围在修 那家人说 那你能不能当成 困国回忆 念念空啊 聚聚空啊 如果你能的话 这就已经是实证了 这都是实修了 这都是实修了 所以修定理 首先要见定会三学 修定 这就是修定 这就是修定 你不要以为定 就是坐垫上的事 猪猪不斗 就是念念空 就是说每件事 每句话说完 那件事做完就空掉了 但不是实意啊 不是实意 是你什么都知道 也不是白痴状的 我根本就听不懂它的猫 是你能听懂 也不是说你十一了 念念十一 也不是 但是是你灵灵灵灵 什么都知道 寥寥分明的时候 然后你能够按住不动 先从不动开始 空先从不动开始 先从不动 我不会随着你那句话 晃荡 那这个定理来自于哪里呢 来自于佛的借底 不是你在坐垫上做了几个小 来自于你认为它是个幻境 你如果认为是假的 你怎么可能为它所转呢 除非你认为它真的就是骂你 如果你认为 你认为假如说 我坐的这个凳子是个 是个道具 是个假的 是个不搭的一个细节 我怎么可能坐上去了 那不是坐上去就塌了吗 除非我不 我笑着假如说 我就跟它叫这个 我就坐上去 那我肯定是不认为它是个假凳子 我就认为它是个真的 我才会坐上来 如果是我们 如果相信佛说 一切是虚妄的 我们怎么会叫真呢 怎么会跟很多事叫真呢 如果你跟自己的很多事叫真 那肯定你还是把它当真了 或者是因为在异概念里面认为 它是假的 只是句话了 你还不能真实的把它当成假 你有绝瘦的 不说瘦也空了 瘦也是假的 但是那个绝瘦来了 疼就是疼了 你能把它空掉吗 这就需要功夫了 因为瘦啊 有些简单的说 他骂我一句我来空 但他打我一下我空不了 因为太疼了 是吧 这就是功夫不到 骂一下就像一几台风 打一下就成了二几了 是吧 这个就功夫了 这就是在桌垫上 对 桌垫上可能我 我列到了阿罗汉的 十彩八几台风能看住了 他打我一下 你再打一下 你这边 是吧 就是 所有的像都是假的 因为你执着有 所以佛才 你记着 因为你执着有佛才说假 但是 当所有的假的 你不执着的时候 你知道什么会发生吗 当所有的假的 对你真的假了 真的就在那了 真的已经出来了 所以像破镜的时候 你那个真的 真的是什么佛性 你真的佛性 已经摆在那了 所以你 你那个真的不用修 他就在那 如如不懂 对 是因为你被假的迷惑了 赚的假的跑 对 所以佛性露不出来 当你假的破的破的差不多 破镜了 我用监控的时候 真的就在这 对 你也不用去分辨这个 真的是什么 他没有什么 就叫自在 啥也不叫 并不是说你真的出来了 真的有一个佛坐在这了 然后看这个世界 一下子变了样了 眼前突然全清净了 哇 这个放光 那个放光 不是这样的 苏婆世界变成了极乐世界 不是这样的 是苏婆也没有 极乐也没有 极乐世界和苏婆世界 是你头脑两个像 你认为 极乐世界 是那样的 罢光得水 放着烈花化身 所有的 那是幻境 然后呢 苏婆世界就是高低不平 脏乱差 五着 是吗 两个世界对比 在你的头脑里 形成两个季节 你以为 真的出来了 看上去 哇 这个世界变极乐了 不是的 是你在那种自在的 那种法性里边 如鱼得水 那种自在 你看到个垃圾堆 你也不在意 就是 你看见一只 就是 就像一个 赖皮狗或者垃圾 趁你往往咬 你也觉得好有乐趣 好乐啊 你不会生气 觉得好乐啊 哇 这个法性里边 一切一定 而且你知道 一切有法性所生 法性里面 怎么会生出这个赖皮狗 怎么会臭我叫呢 哦 是有因果的 法性里边 那个规律有因果 哦 他今天出现在这 是有原因的 那你会啊 爱这个因果 好像是什么什么什么 某一世某一世 他是谁谁谁 我欠他的等等等等 今天他来 或者是什么 那好 那可能我是 施舍他的饭 那就 你就了了嘛 把这些语言 是不是 就这样 就切破下 这个 这个就很难 这就跟一般的 如果你只是要长生不老就不需要 如果你是想要说 是什么其他的目的的话 我觉得生气健康什么都不需要 那些东西可能你断练断练 筋骨皮 可能就健康一些 打打太极就可以 或者是 但是显然你不管打太极 也把血缩 你都是想正道 那这个世界 这就出离啊 发心个出离性 这就叫出离性 如果这个世界如法 那等于是你心已经发起了 从三界出离的心 如果它是幻境 其实 所以大成道是这样讲的嘛 小成道是离情区域的嘛 对 小成道说这个世界是苦海 所以要离 尤其情欲 你是搞不定的 所以要离 但是大成道是说 幻境一切如幻 既然是幻境 你怕什么呢 所以大成道入室 救度众生 苦海也是幻境 进去 跳进去 但是我们大成道的众生 如果没有 光有发心 没有功夫的话 那下去 虽然说 苦海是幻境 但那个苦海真的 会把你淹死 马上下去 就被众生堵了 又不是你的众生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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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